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一辆老款的比亚迪S3 客户说他的车非常的费油 百公里要15、6升 换完火哈栽以后,问题还没有解决 还是非常的费油 所以呢,就开过来让我给检查一下 刚开到店门口呢,我就发现了问题 底盘下面一直在漏油 而且非常的严重 这也是咱们很多国产车 特别是老款的国产车的一个通病 现在呢,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朋友们看一下 打到车以后,开始往下面低 这里面也是 大家看 这多吓人啊 这发动机一边烧着汽油 这下面漏着汽油 它肯定费油啊 所以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 如果这个车辆 感觉非常的费油 一定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油管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老车的油管老化完以后 非常容易漏 你看它这个,其实呢就已经流到了排气管上 这个位置都是油 这是以前流的 这个油箱上面都能看到 朋友们,问题已经找到啊 就是这个油管 这个是从汽油帮过来 从这里 然后往前面到发动机 这一根呢是回油管 再回到汽油帮上 多余的汽油回到汽油帮上 我给大家看看什么地方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老化开裂 就是从这个地方漏的 非常的吓人啊 像这种老款的国产车 这种东西非常容易漏油 非常容易老化 说实话 咱们前些年的国产车 这种东西呢 质量都不怎么样 还有个地方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特别是我们国产车 时间久以后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加油管 它这个其实已经换过一次啊 虽然这个已经换过 但是现在我给朋友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现在也已经出现老化的情况 可能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东西也会漏油 这个是我们加油的时候啊 从上面的油箱孔 然后呢 通到我们油箱里的一个加油管 这个东西呢 也是经常遇见 咱们国产车 时间一久 这个地方漏油 漏的也比较快 说实话 咱们国产车 前些年这种橡胶件 密封件的质量都不怎么样 所以朋友们啊 特别是咱们老式的国产车 过一段时间呢 最好把车上这些油管 这些橡胶的东西都检查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车上的汽油管道 全都是塑料的 这种东西如果材质不好的话 时间一久就会老化开裂 出现漏油的情况 所以我们平常保养的时候 可以顺便把这些东西检查一下 也非常好检查 基本上都能直接看到 发现这种开裂的问题 立马把它给换掉 这些东西呢 都不值钱 避免这种危险的情况出现 朋友们 如果我们的车呢 也比较老 时间比较长 出现这种油耗 突然偏高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因为这种油管 特别是我们国产车 非常容易老化 非常容易开裂 这也算是我们国产老车的一个通病 像这个客户刚开始的时候 他说油耗也没有这么高 只是稍微高一点 其实那个时候啊 已经漏汽油了 但他没有注意 就把火花车给换了 换完以后也没有解决问题 而且今天呢是漏的比较严重 他闻见了很大的汽油味 所以他在引起注意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关注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韩 为什么很多新车 做完手保以后 油耗不减反增 这是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的一个问题 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一聊 那第一种可能呢 就是我们的开车习惯改变了 因为我们在没有做手保之前呢 这个车呢还非常新 很多朋友呢可能比较爱惜 开几车来呢 也不舍得挤加油 也不舍得挤踩刹车 所以呢 这种开车习惯比较好 对我们车子来讲就比较省油 那做完手保以后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 这个车子现在已经过了磨合期 我的开车习惯呢 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油煤呢也舍得踩 刹车呢也舍得踩 那这种驾驶习惯 相比较于我们刚买车时候 这个开车习惯 肯定是激烈一点 所以它的油耗呢 就会比我们刚买车时候 开车的油耗要高 这就是驾驶习惯的改变 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去做手保的时候 家的机油型号被改变了 因为我们的新车 在出厂的时候 家的出装油 都是厂家的建议用油 最标准的低粘度机油 现在很多新车呢 建议用油都是零W20 特别是一些日系车 韩系车 或者是一些美系车 那这种油啊 因为它的粘度比较低 发动机运转起来啊 它的运动阻力比较小 所以它的燃油经济性就比较好 那如果我们去做手保的时候啊 四代店给用的5W30 或者是5W40的高粘度机油 发动机运转起来 它的运动阻力 就要比零W20的机油 运动阻力要大很多 所以它的油耗就会高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面前放了一杯水 和一杯蜂蜜 我们拿一根筷子去搅动这杯水 肯定是非常轻松的 那我们用这根筷子 去搅动蜂蜜的时候 肯定要用的力很大 所以呢 反映到我们发动机上 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我们发动机 运动阻力变大以后啊 发动机做工的功率 就会被这个运动阻力 给抵消一部分 所以它的油耗呢 就会高 那第三种情况啊 就是可能我们保养的时候啊 机油加多了 大家都知道啊 每个车呢 都有一个机油尺 而且有些车型的机油尺呢 还是一个电子机油尺 在仪表上显示 那它上面呢 都有最低限度 也有最高的刻度 那加机油的时候啊 一般不能超过这个最高刻度 如果超过这个刻度 我们发动机在运转起来以后啊 发动机的曲轴的曲柄 就会搅动油底壳里面的机油 到时候呢 它就会因为搅动机油 同时抵消了发动机的功率 它的运动阻力就会变大 发动机油耗就会增加 而且机油如果长时间被曲轴搅动啊 就会出现泡沫状 那到时候发动机的机油 就会快速的氧化 而且它的润滑效果呢 也不好 所以发动机机油量的加注啊 是非常严格的 一定不要加多 特别是有些车型的机油加注量 建议就是3.8升 3.9升 我们很多朋友去保养的时候 一桶四升装的机油 加完以后刚好剩一点 很多人都觉得剩这一点也非常浪费 不如全部加里边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因为我们加3.8升 正好是这个标准页面 离这个曲轴的曲柄啊 它有一定安全纪律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0.1升 或者0.2升加进去 那这个机油的页面 正好与曲轴曲柄接触 到时候呢 就会增加我们发动机油耗 而且会使我们的机油呢 快速氧化 所以大家在保养的时候 最好不要把这个机油 加超过上限 可能有些车型 它的上限以上啊 留的驴量比较大 你可能多加个0.2升 0.3升也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车型啊 是非常标准的 超过上限 就会造成油耗增多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跑了几万公里的车 保养以后油耗呢 也会增加 那还是机油的问题 要不就是机油加多了 要不就是你的机油型号改变了 可能呢 我们以前用了5W30的机油 现在用了540的机油 那它就要比5W30的机油 要耗油一点 那如果是你没有改变机油的型号 只是更换了机油的品牌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不同品牌之间的机油啊 虽然它们的型号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的实际年度 是有区别的 比如某翘的机油 它的实际年度 就要比其他品牌 同型号 同年度的机油要低一点 因为它主打的就是清洁性 节能性 所以它的机油年度啊 普遍比其他系列的机油年度 就要低一点 所以大家去保养的时候啊 最好参照我们的 使用说明书的建议去用油 建议你用0W20的 你最好是加0W20的 建议加4.3升的油量 你就加4.3升 因为这些建议啊 都是厂家 经过千万次的实验总结出来的 参照这个建议 肯定是最合适 最好的 对我们发动机的动力 还是节油性 也都是最好的 好朋友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 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经常一些车主朋友可能会遇到 车子的油耗呢 突然会增高 本来一箱油可以跑500公里 现在只能跑400公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去换了火啊塞 也清洗了节气门 也清洗了朋友嘴 但是这个问题呢 还没有多少改善 今天在这里呢 要告诉朋友们 咱们车子上 其实有一个部件 对这个油耗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部件呢 一般是不需要更换 只要简单的清洗一下就可以 所以今天呢 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 会影响我们发动机的油耗 朋友们看过以后呢 不妨可以试一下 对发动机油耗改善呢 还是非常明显的 今天我们就拿这个大众车 给朋友们说一下 我们说的这个配件呢 就是我们发动机 排气管上这个养传感器 咱们家用车 四缸发动机呢 一般有两个养传感器 一个呢 就是靠近我们发动机 排气管上端这个位置的 前养传感器 另一个呢 就是后端的下面这一个 后养传感器 咱们一般呢 影响油耗的 主要就是前面这个 前养传感器 现在呢 我把这个东西给拆下来 告诉朋友们 这个是什么原理 咱们应该怎样清洗 大部分车的养传感器 是很好拆的 用这种扳手呢 这样逆势针 拧一下 就能把这个养传感器给拧 咱们用手呢 就直接把它给拧掉 一定要是凉车的时候 热车这个东西 是非常烫手的 好 这样这个养传感器 就拿掉了 然后再把这头的 插头给拔掉就可以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会影响 我们发动机的油耗 大家可以看 这个养传感器上面呢 有好几个孔 它的作用就是 用来检测 发动机燃烧以后 排出来的尾气里面的养含量 它再把这个养含量的信息呢 发送给发动机的电脑 发动机的电脑 根据它提供的信息 来判断 我们发动机 这个时候的燃烧情况 如果养含量高 或者养含量过低呢 发动机电脑 就会通过这个信息呢 来控制这个喷油嘴的喷油量 来达到最好的燃烧比 所以说呢 这个养传感器 如果上面这个孔堵塞 或者上面的积碳太多呢 就会因为判断事物 提供错误的型号 给这个发动机电脑 那这个时候发动机电脑 控制这个喷油量是不正确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动机的燃烧效率也不好 就会废油 那现在呢 再告诉朋友们 这个东西是怎样来清洗 其实这个清洗起来非常简单 朋友们 咱们几块钱买一瓶这个化油器清洗剂 把这个前面头部这些积碳呢 给清洗掉就可以 让这个养传感器更灵敏一点 让发动机电脑呢 接收到更准确的信号 这样我们的油耗呢 就可能会降低 咱们现在清洗一下 给朋友们看一下 我们先 用这个清洗剂先泡一下 因为这上面的积碳呢 都是非常的牢固的 很不容易清洗掉 其实大家呢 也可以买一些草酸 把这个养传感器 直接泡在里面 这个草酸的作用呢 其实比这个化油器的效果 还要好一点 我们过一会儿呢 再看一下 这个颜色呢 就可能会变 现在我们等了几分钟 这上面已经有积碳 已经被清洗掉了 大家看 这个颜色已经发黑 这上面就是积碳 我们再用这个清洗剂给清洗一下 好 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 现在我们用这个高压气箱 给吹一下就可以 吹干我们就可以直接装车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这上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积碳了 咱们正常的养传感器颜色 应该就是这一种 偏白一点 或者是稍微黄一点 像这个养传感器 如果是拆下来非常的黑 那证明这个养传感器 肯定是有问题的 大家呢 就可以把它给清洗一下 现在我们装上车试一下 这个装着也非常好装 相反的顺序 把它给装上就可以 有时候很多朋友的车呢 可能会因为这个养传感器 导致发动机故障灯点亮 这个时候呢 咱们先不要着急换 因为很多车这个养传感器 是非常贵的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养传感器 上面的积碳过厚 导致它的信号呢 和发动机的标准信号偏差太大 所以才会爆它的故障 我们这个时候呢 清洗一下 很多时候呢 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呢 就会自己熄灭 好 用这个扳手一剪 再把下面的插头给插好就可以 好 这个呢 养传感器就算清洗完毕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 清洗养传感器啊 咱们不管是因为这个养传感器 导致的发动机故障灯点亮 还是因为这个油耗升高 大家都可以先去清洗这个养传感器 不要一味的去做这些清洗 喷油嘴 清洗节气门 因为这些东西啊 对发动机的油耗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把钱呢 花在这个刀刃上 不要盲目的去换配件 或者做一些没有必要的清洗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韩 汽车到底用没有添加燃油宝 这是很多朋友都关心的问题 那咱们大家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 很多加油员也会向大家推销这个燃油宝 说这个燃油宝可以改善汽油品质 清除发动机内部积碳 提升动力降低油耗 说的很多朋友啊都忍不住想加一瓶 那这个燃油宝到底有没有作用 咱们就说一说 这个燃油宝它最主要的功能 清除发动机内部的积碳 那我们就要说说发动机内部的积碳 是怎样产生的 它会对发动机有哪些影响 我们发动机有两个地方最容易产生积碳 第一个呢就是进其门的背面 第二个位置呢就是发动机的钢体内部 也就是咱们的燃烧室内部 很容易产生积碳 先说这个进其门的背面啊 进其门的背面这部分积碳呢 是因为咱们所进的这个空气里面 含有的杂质或者是一些灰尘 时间一久呢就会堆积到我们气门背面 还有我们现在的发动机呢 都有曲轴强制通风 就是我们发动机上的机油蒸汽 会经过进气管 然后再经过气门背面 进入发动机再次燃烧 那这部分机油蒸汽呢 就会有机油残留 那机油呢就会附着到 我们的气门背面 形成这个油泥 那不管是什么发动机 自然吸气也好 涡轮增压也好 钢内直喷也好 时间一久 或多或少气门背面呢 都会有积碳 但是机碳少 对发动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如果积碳多的话 就会是这个气门关闭不严 到时候我们发动机的钢压 就会不足 就会造成发动机抖动 特别是量车的时候啊 刚打着车 发动机抖动比较严重 过一会儿呢就没有问题 像以前大众的EA3-8 量车带速抖动啊 都是因为气门积碳的问题 过一段时间呢 就要去清一次积碳 很多人称为这是挖煤 因为大众EA3-8 气门背的积碳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也是一个通病 所以气门积碳 确实会影响发动机的动力和优耗 那咱们再说说 燃烧室里面的积碳 是怎样产生的 燃烧室的积碳啊 主要就是汽油或者是机油 没有完全燃烧充分以后 所残留的沉积物 汽油大家好理解啊 因为汽油喷到气缸里面 可能不能完全充分燃烧 到时候会有残力物 那这个机油是哪来的 刚才给大家说了 咱们的发动机呢 都有曲轴强制通风 曲轴强制通风呢 就是把曲轴箱里面的机油蒸汽 重新经过进气管 经过气门进入发动机燃烧 那这部分机油蒸汽呢 是不可能完全燃烧干净的 所以时间一久就会有沉积物 那另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有些发动机呢 可能有轻微的烧机油的情况 虽然不严重啊 但是可能也有机油会参与燃烧 到时候这个机油呢 也是不能完全燃烧充分的 也会有残留物 所以这个发动机内部的积碳 就是气油和机油的残留物 那这个发动机内部的积碳 少的话对发动机也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多的话 它会改变我们燃烧室的容器 那我们发动机的压缩比就会变化 压缩比是决定一个发动机的动力 和油耗最主要的参数 那压缩比变大以后 我们发动机会容易爆震 动力呢也会下降 油耗随之也会增加 所以燃烧室里面的积碳 比这个气门背面的积碳 被发动机影响更大 甚至有些积碳过多的话 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活塞环卡死 到时候我们发动机就真的变成了烧机油 如果一旦烧机油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会有更多的机油残余燃烧 就会形成更多的积碳 但是大家呢不要太过于担心 因为形成气缸内的积碳 和气门背部的积碳是有条件的 比如说气门背部的积碳 如果是气管喷射的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 气门背部的积碳 一般不会对发动机造成多大影响 因为这部分发动机 它的喷油嘴是装在气门背面的进气管上 那气油就会流经这个气门背面 那气门背面的积碳就会被这个气油溶解 所以气门背面的积碳就不会形成太多 那这部分积碳基本上对发动机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只要是普通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气门背面的积碳是不需要清洗的 如果是钢内直拼的发动机 就容易产生气门积碳 因为这部分发动机 它的喷油嘴是直接伸向气缸里的 所以气油就不会经过这个气门背面 那就比较容易产生积碳 而且钢内直喷的发动机 还比较容易产生燃烧式积碳 因为直喷的发动机 它的喷油嘴直接就是往气缸里面喷油 特别是在温度低的时候 我们刚打着车 这个气油直接喷向气缸里面 它会有一定的冷却作用 所以我们发动机燃烧式的温度 就上升的比较慢 特别是在凉车的时候 温度比较低 这个气油它就不容易完全充分的燃烧 所以就会有沉积物产生 所以冷车容易产生积碳 也是钢内直喷发动机的一个缺点 像本田的地球梦系列 很多朋友称它为积碳梦 就是因为它这个发动机 是钢内直喷的自然吸引发动机 厂家就建议大家 5000公里使用一次燃油添加剂 来缓解积碳的产生 像马自达也是建议大家 1万公里使用一次燃油添加剂 就是这个原因 那燃油添加剂它的作用呢 就是加到油箱里面和汽油混合以后 通过喷油嘴 喷到这个进气气管上 或者是钢基里面 靠里面的化学成分去溶解这些积碳 所以呢 燃油添加剂确实是有一定作用 但是呢 它绝对不是立竿见影的 不可能你加一瓶燃油添加剂 立马把这个积碳都清得干干净净 不可能这个样子的 它只能缓解这个积碳的产生 或者是清除掉一部分积碳 不可能完全把这个积碳清掉 但是大家去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燃油添加剂 或者是原厂的燃油添加剂 因为燃油添加剂市场非常的混乱 像很多的私营加油站 给你推荐这个燃油宝 说可以改善这个汽油的品质 如果加油站的油汽油品质没有问题 还需要用燃油宝去改善吗 这岂不是很矛盾 所以很多加油站推荐的燃油宝 其实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因为它里面含有清除积碳的化学成分 是非常少的 甚至有些直接用高标号的汽油代替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避免白花冤枉钱 如果大家不想使用燃油宝 也是可以的 就是要经常的跑高速 因为发动机一直持续高转速 发动机内部的温度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那发动机内部的积碳 就会自行的脱落 所以有的朋友会发现 一模一样的两台车 人家这台车经常跑高速 跑长途 我这台车经常在市区里面开 那开人家的车总感觉比自己的动力好 很多都是因为积碳的问题 所以对于不经常跑高速的车子来讲 适当的添加一次正品的燃油宝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那不用每次加入都加 因为积碳不可能产生的那么快 那咱们如果是不想用燃油宝 可以适当的跑一步高速都无所谓 因为这个燃油宝呢 就像我们人吃的保健品一样 它主要就是预防为主 它不可能包治百病的 也不可能等车子出现故障以后 你使用了燃油宝就能把这个故障给修好 就像刚那直平发动机的气门积碳一样 你加多少瓶燃油宝 都不可能把气门积碳给清掉 因为它的汽油根本不会经过气门 所以这个燃油宝呢 大家有条件可以适当的添加一次 但是一定要选择正品 如果呢不想加这个燃油宝 适当的跑一跑高速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朋友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就给小韩点赞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请关注小韩再见 现在国产车内饰配置高 外观漂亮 卖的很便宜 很多蓬的都比较心动 但是又有很多人担心国产车到后期生锈和油耗高问题 那是不是所有的国产车都这样 今天呢咱们就带大家去了解一辆 开了很多年的比较便宜的国产车 现在它的状态到底怎么样 这是一辆15年上牌的奇瑞艾埃泽5 这个车现在已经8年时间跑了95000公里 算是咱们正常驾用车的一个用车里程 这个发动机是一个1.5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手动弹的比较香 这个车现在到现在为止 没有维修过任何零配件 发动机的状态非常的好 今天呢过来做个保养 像奇瑞的发动机做工质量还是非常稳定的 在国产车当中 不管是质量 动力 油耗都是表现非常不错 这个发动机呢是85000瓦 跟很多日系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相比呢 功率还要偏大一点 你像这个车子 它的一些设计都非常合理 像这些油管或者是线束的一些走向 都非常的工整 后期维修起来拆装比较方便 而且像它的朋友嘴的线束 都是用一些塑料件包裹着 这样的话防止老化 后期呢就不容易出现问题 这个车的油耗也是比较低的 最后的时候咱们可以看一下油耗 像咱们现在的国产车 整体会比以前越来越好 这个发动机舱布局呢就非常合理 不像十几年前那些老的国产车 线束额都非常的乱 所以这也是工业设计的一个进步 这个发动机到现在 整体的声音动力油耗没有任何衰减 而且像咱们国产车啊 这种比较便宜的用料也是比较厚实的 像这个大灯后面这些防撞支架 都是非常结实非常厚的 比很多日系车良心很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底盘 大家对国产车比较关心的 还有就是底盘生销问题 像奇瑞的车子以前确实也比较容易生销 当然这辆爱玉泽5这么多年时间 底盘下面还是不错的 这个车后悬甲是一个扭力梁的一个设计 我们看一下这个防修装甲 涂层的这个面积 非常的均匀 后面这个后备胎罩 都有这种防修装甲 很多像这种日系车 韩系车 这备胎下面是没有防修装甲的 像这辆车很多边边角角的地方 都涂抹的有这种防修装甲 做的都有喷涂 我们再看看中间位置 中间位置更加的均匀 面积更加的大 像这个防修装甲 都一直喷到这个位置 原来很多国产车的下门槛 特别容易生销 但像这种情况 它一般是不会销的 而且这个车的底盘 非常非常的平整 包括底盘下面这个 加强筋都非常的粗壮 比很多日系车 看起来要结实很多 底盘整体的防修装甲的 涂抹面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像这种情况 它肯定是不会生销的 我们再看一下前边 整个底盘下面的状态 都非常非常的良好 几乎没有任何销剂 而且这个发动机 变药箱呢 也非常干爽 包括下边的这些 球龙防衬套 这么多年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像这种国产车 近几年的国产车 它的底盘下面的工艺处理的 都是非常好的 防修问题呢 几乎是看不到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的油耗 平均油耗呢 是5.9 咱们再看一下它的路况怎么样 也就是看一下这个平均车速 32公里 32公里的平均车速呢 就是路况不是特别好 也是综合四驱的一个平均车速 但能跑到5.9的油耗 所以这个奇瑞的车子 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省油的 像这种手动挡的 一般都是五六升的油耗 大家刚才也都看到了 这辆奇瑞爱遇则5呢 跑了8年时间 差不多行驶了10万公里 这期间没有因为任何质量 引起的故障 整体质量还是非常稳定的 它的油耗呢 一直保持在6.0左右 最多的时候呢 也就6.5左右 所以说呢 也比较少油 那国产车费油啊 其实主要就存在一些 SUV车厢 有些呢排量大 或者有些呢配置比较高 车身重量大 造成后期油耗高 现在整体的国产车 如果换成一些日系的那种 车身比较轻薄 或者用的轮胎尺寸比较窄的 它的油耗呢 也是不会太高的 而且像很多日系车省油 也都是一些自吸发动机 配CV机变箱的车厢 那这种车型 对于什么品牌来讲 整体油耗都是偏低 像美系的一些中大型SUV 包括日系的一些大排量的 2.0T的 2.5的这种中大型SUV 它的油耗也不会太低 也是比较费油的 所以现在比较费油的一些国产车呢 一般都是SUV车型 SUV车型呢 本身重量就比较车高 车身尺寸大 风阻性是大 相对来讲配置更高 后期它的油耗呢 就会高一点 那至于大家担心的生锈问题 那都是10年前的问题 现在的国产车 不管是任何一个品牌 它的防锈功力 做的都是没问题的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国产车 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评论去留言 谢谢大家干涉 请关注小汉 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朋友的车子呢 就是越开动力越差 油耗呢是越来越高 很多时候呢 咱们去清洗了节气门 也清洗了油路 清洗了经济道 但这个问题呢 还是没有解决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今天呢 就带朋友们了解一下 朋友们 这辆车现在的状态呢 就是动力没有一天好 油耗呢偏高 像这个车 现在跑了功率数比较大 大概有十几万公里 所以首先考虑的 就是这个滑塞该不该换 因为滑塞对动力和油耗的影响呢 是非常大的 但这个车呢 刚换滑塞不久 这个滑塞还非常新 换完以后 动力和油耗多少有点改善 但是现在呢 还是比较费油 然后呢又检查这个朋友嘴 包括发动机的一些外辅件 都是一切正常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发动机缸内的积碳 因为发动机缸内的积碳多了以后啊 它会占据我们发动机燃烧室的溶剂 这个时候溶剂会变小 发动机的压缩比就会不正常 压缩比是决定发动机的动力 和油耗的最主要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呢 咱们要检查一下这个缸内积碳 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缸内的积碳 用这个内窥镜把活塞拆掉以后呢 伸进去就可以看到活塞顶部的积碳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就是这个车的活塞顶 上面黑乎乎的 这些黑色的几乎全部都是积碳 正常的颜色应该是黄色 或者是白色 而且这些边缘位置呢 还有这种颗粒状 比较明显的这种积碳 其实这个车的积碳呢 并不算特别特别严重 但是也非常的多 这个积碳会大量占据 我们燃烧室的溶剂 这样呢我们这个发动机的做工效率就不高 燃烧效果就不好 这个油耗和动力呢 肯定会受到影响 其实呢咱们可以看一个实物 就比如这个东西 这就是缸内的一个活塞 咱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活塞顶部 像这个活塞呢 顶部就非常多 这种黑色的积碳 其实这个积碳影响最大的啊 还不是这个油耗和动力 大家可以看 这个侧面边缘位置呢 时间久以后也会有积碳 这个积碳呢 会卡制到我们活塞上的活塞环 就是这个东西 卡死以后就会造成这个气缸 密封性能下降 然后取轴箱里面的机油呢 就会跑到燃烧室 这个时候车子就会烧灸 所以说大部分车子烧灸呢 都是因为积碳的问题 就比如说大众的A3-8系列的发动机 而且呢烧灸以后啊 这个积碳会更加的严重 为什么说车子烧灸以后啊 这个积碳会更加严重 给大家看看这台报废的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呢 就是因为烧灸太严重 导致个发动机拉瓦拉钢 所以呢没办法 只能选择更换一台发动机 我们看看这台发动机的积碳 旁边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活塞顶部的积碳 是非常非常多啊 这个上面的积碳 很多都有这种脱落的症状 因为这个烧灸以后啊 车子的机油呢 它是不会完全燃烧的 所以说它会形成更多的积碳 这个时候呢发动机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积碳越多烧灸越严重 烧灸越严重呢积碳越多 最后呢就会造成这个发动机拉缸 那只要发动机拉缸以后呢 我们是只能选择大修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的 清理发动机积碳呢 一般我们选择这种添加剂的方式 定期往邮箱里加入一瓶 这个正品的大品牌的添加剂呢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巨棉 它可以通过它里面的化剂成分 把这个积碳先溶解 然后再通过发动机的燃烧 一点一点把它给燃烧掉 所以它对发动机没有什么副作用 也不用担心堵塞颗粒不热气 堵塞三氨催化 也是非常安全 非常高效的一种除碳方式 因为现在发动机的压缩比 普遍都非常高 再加上我们的汽油品质 还有行车的环境 就导致现在的车子呢 积碳确实非常严重 那这个呢 后期就会造成我们发动机动力变差 油耗变高 所以现在很多厂家呢 都开始推出自己的这个除碳产品 比如说本田 丰田 大众 马自达 基本上所有的主流的厂家 都有自己的除碳产品 同样的效果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原理 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来清除咱们发动机的燃烧式积碳 恢复车辆的动力 恢复车辆的油耗 避免发动机烧酒 延长发动机的寿命 特别是本田车 本田的地球用发动机呢 有一个外号就叫积碳梦 它的积碳多了以后啊 对发动机的动力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是有两种情况呢 大家是不需要使用的 第一种呢 就是不到一万公里之内的车 这种车子呢 发动机里面虽然有积碳 但是非常的少 对于我们车子的动力和油耗 影响是非常小的 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最起码有一半以上 都是跑高速行驶的里程 那这种车子呢 因为高速行驶 发动机运转功况特别好 那这个积碳呢 就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 使用这种除碳类产品 除了以上这两种情况呢 还是建议大家定期的使用一下 总体对我们发动机的寿命 还有油耗动力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汽车的表现油耗到底标不标准 咱们首先要了解 汽车表现油耗 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一般都是根据车子的朋友嘴 朋友时间得到一个总的朋友量 然后再出于我们行驶的公里数 这样就得到一个相当可靠的表现油耗 一般的误差呢 在1%左右 还是非常有参考性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发现 自己车子的表现油耗 倒比实际油耗呢 要低个一升左右 甚至有些高的能达到三升左右 那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对汽车表现油耗影响比较大的 最大原因就是咱们的车速 一般咱们车辆的表现车速 都要比我们的实际车速高5%左右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就是出厂的时候 就这种设置无差 因为这样可以对我们的行车安全 有一定的帮助 就比如说某一个路段呢 限速是100公里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表现车速呢 是101或者是105 其实咱们的实际车速 可能连100公里都不到 所以说呢 就不属于超速 那如果是反过来 咱们的表现车速 要比我们的实际车速低 可能这个时候 你跑了90多公里 但是呢 你的实际车速已经超过100 它就属于超速状态 这样对我们的表现油耗 就会炒成一定的无差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咱们的车速计算方法 车速是根据咱们 四个车轮的ABS传感器 检测四个车轮的转速 得到的一个平均的计算值 同样的一段距离 如果你车轮转的圈数多了 那你的这个公里数就要大一点 转的圈数少了 公里数就要小一点 所以轮胎尺寸越大 那你这个车速相对就慢一点 轮胎尺寸越小 车速呢 就相对小一点 那咱们用车当中 新车和这个跑了七八万公里的 一些老车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轮胎的磨损量比较大 它转的圈数就越多 这样咱们的公里数呢 也会有无差 而且像很多朋友呢 从一些小的一些轮胎尺寸 换到了一些大的轮胎尺寸 那公里表 它就会产生一定的无差 最终对我们的平均油耗 也是有影响的 以上这些都是车速 对表显油耗的影响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每一台车的汽车仪表 几乎呢 都有一个基础算法 也就是在公里数较少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算出油耗可能不标准 这个仪表 它就有自己的一套油耗算法 这个时候咱们的仪表 显示的油耗都比较偏低一点 因为这是每个厂家 都希望大家看到的 也就是优化咱们的表显油耗 所以很多朋友会发现 新车的时候啊 几十公里 几百公里的时候 油耗都是比较低的 但是越跑油耗越高 可能开个时间半个月以后 油耗就变得非常非常高 都觉得呢 是仪表坏了 或者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咱们有些朋友啊 把这个平均油耗归零以后 刚归零的一段时间呢 油耗比较低 但过了一段时间 油耗就会上涨很高 其实都是因为咱们公里数不大的时候 基础算法在起作用 公里数一大以后 他就要参考咱们的实际形式公里数 来覆盖掉基础算法 这样你的算出的油耗呢 会比较真实一点 其实这种方法 就是汽车厂家呢 为了美化他的表显油耗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厂家 希望你看到他的车子呢 比较耗油 那怎么样算出的油耗比较标准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GPS 来显示我们行驶的里程 然后呢 再算一下我们加了多少油 这样得出的油耗呢 是比较标准的 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 也不可能每天开车车上 都装一个高精度的GPS 这样不现实 那大家呢 可以通过一些油耗APP 因为这些APP呢 他们都是通过GPS定位 来算出你行驶的里程数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 所加的多少油输入进去 这样得出的油耗呢 也是比较标准 比较有参考性的 或者大家可以通过 自己的表显油耗 再通过咱们的发动机排量 来添加油耗 比如说1.5以下的排量 你加个一升左右 1.5到2.0之间的排量 加个1.5升左右 这样得出的表显油耗呢 也是非常接近 咱们的实际友好的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韩 今天呢 店里来了一台的 1.4T的老款朗逸 10年的车 客户说啊 最近这几天 开着非常的费油 而且跑起来呢 感觉车子抖得非常厉害 仪表上的故障灯啊 一直在闪 现在咱们去试一下车 看看是什么问题 好 现在我们试一下 看看和客户说的情况 一样不一样 现在车子抖得非常明显 大家看这个仪表上的 故障灯也在一直的闪 好 我们回去用电脑检测一下 看看什么故障 现在我们电脑已经连接上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故障码是什么 检测到失火 然后七缸一 检测到失火 那意思就是呢 七缸一 就是一缸工作不好 有时候可能不工作 只有三个缸在工作 所以它就会抖动 动力跟不上就会抖动 咱们到前面检查一下 像这种缺缸的情况 一般三个地方比较容易出问题 火花塞 然后点火线圈和喷油嘴 火花塞呢 刚才我们问客户 客户说他五千公里之前 保安的时候换过一次火花塞 然后呢 咱们先不考虑火花塞 喷油嘴呢 因为拆装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们先从简单的点火线圈查起 我们把一缸和二缸的点火线圈互导一下 这样我们把故障码清了以后 出去再试车 如果是故障码还是说一缸缺火 那就是其他的问题 如果变成二缸缺火 那就是点火线圈坏了 好我们现在把它拆掉 互导一下 大家看啊 这就是点火线圈 每个缸一个 四个缸就是四个 我们现在把一缸和二缸的点火线圈 互相的调一下 把一缸装到二缸 二缸装到一缸 插头一定要插紧 好现在我们再去把故障码清掉 然后再出去试一下 看看故障码显示的是一缸还是二缸 刚才我们经过试车 故障依旧 然后故障码又重新出现 现在咱们再用电脑读一下故障码 看看故障码有没有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七缸一时火 证明这个故障不是这个点火线圈 可能出在这个火纱或者是朋友嘴 虽然说客户这个火纱换了不到5000公里 但是我们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需要拆下来检查一下 万一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到位 现在咱们把火纱给拆下来 拆火纱的步骤和这个拆点火线圈 差不多 就是先要把这个点火线圈拿下来 然后我们先拔掉点火线圈 现在我们用拆火纱专用的套筒 把这个火纱给拧下来 这个火纱很好拆的 一般的车都拆装非常方便 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也可以动手拆火纱 可以自己更换 现在我们把火纱给取出来 火纱现在已经拿掉 我们检查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火纱确实换了时间不长 我们把它取掉看一下 刚才经过我们检查以后发现 它这个火纱的型号用错了 这种型号是普通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火纱 不能用在这种代替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上 会非常的不耐用 你可能用的好一万多公里 用不好几千公里 像他这辆车跑了五千公里就不能用了 所以说我们考虑就是个火纱的问题 现在我们给拿一套专用的 涡轮增压用的火纱给装上去 然后咱们再试一下 看看问题有没有解决 我们现在把四支涡轮增压装的火纱给装上 现在新的已经安装完成 我们现在去试一下车 看看问题有没有解决 朋友们刚才经过我们试车以后 我的故障已经全部解决 问题就是这个火阿塞 然后我们也问了客户 为什么装这种普通的火阿塞 客户说呢 他对车也不了解 更别提火阿塞 只是上次保养的时候 修理工建议他把火阿塞给换了 然后他说呢换就换呗 但是客户跟我说这个换火阿塞的价位 我感觉和这个涡轮增压的价位差不多 那修理工为什么给他换这种普通的火阿塞呢 是出于什么目的 咱们在这里也不好妄加猜测 我只是想提醒朋友们 特别是我们涡轮增压的车型 以后去换火阿塞的时候 这型号一定要选对 一定要用这个涡轮增压专用的 不然啊 轻则就像他这辆车一样 跑不了几千公里 发动机就会缺缸 费油 然后故障灯点亮 如果严重一点的话 我们的华塞 前面的金属电机部分 会直接掉在发动机气缸里面 那最后就会造成发动机拉缸 那到时候发动机是要大修的 那损失就更加惨重 好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小韩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给小韩点点关注 点点赞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用车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给小韩留言 我都会一一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